期待已久的韩剧,篡位,今天终于首播了 要想逆境上升,就得靠金汤池这条路 他的名字叫韩太吴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他转学来到了马州县 马州县的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大公司 那里的董事长有个名叫强仁夏的三儿子 强仁夏是个不受欢迎的私生子 太吴安顿下来后开始找兼职 一次偶然他发现人夏在偷便利店的东西 店主也因为集团的势力不敢声张 就这样默默忍了下来 两个人都当他透明 人夏心里很不适滋味 在太吴经过的时候,故意又偷了东西 还从卖水果的老奶奶那里偷了点东西 然后嚣张地挑衅让太吴哨管闲事 太吴刚到马州县 心里虽然很不爽 但他还是忍了下来 人夏却根本不打算放过他 故意找各种借口挑衅 太吴却告诉他 其实被偷的人都看见了 为什么没出声 因为大家都当人夏是透明的 人夏一听这话火冒三丈 立刻拦住要走的太吴 太吴清楚人夏这么做 只是为了引起注意 他建议人夏去偷点大的 别总是欺负小商贩 这话正中人夏的心思 同时也激发了他的挑战欲 马州高中开学的第二天 太吴意外地被分到了人夏的班 人夏可以随时欺负太吴吗 大家都以为太吴会就此罢休 他却端起自己的餐盘 狠狠地摔在了人夏面前 然后一脚就把对方踢倒了 两人立刻开始撕打 人夏其实接受过专业训练 成功地痛打了太吴一顿 幸好教导主任及时赶到 这才阻止了打斗 本应受罚的人夏 依靠家里的关系摆平了事情 傍晚太吴准备回家 突然接了一个匿名电话 他立刻向寺庙方向狂奔 原来那里是他妈妈的家乡 晚上太吴把妈妈送上了长途巴士 心里虽然不舍 但他别无选择 原来电话是他坐牢的父亲打来的 父亲让手下去找妈妈 因为一些误会需要澄清 在回家的路上 太吴经过一家拳馆 正好遇到闲着的人夏 人夏讽刺到他是不是来学习 怎么打架 太吴面无表情地问 这拳馆能不能教杀人技巧 这话让人夏兴奋起来 他决定免费教太吴格斗 但条件是太吴得先赢他 拳头像雨点一样打在太吴身上 比赛立刻变得没有悬念 就在这时 太吴看着对方 突然觉得 他变成了坐牢的父亲 回想起父亲虐待母亲和自己的情景 那些记忆突然涌上心头 太吴感到委屈不甘和怨恨 他失去了理智 猛地将对方扑倒 疯狂地挥舞着拳头 差点将对方掐死 幸好很快 他恢复了现实感 最后是靠这份怨恨 太吴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可这俩人就跟小孩似的 谁也不愿意承认 对方是朋友 第二天 卷毛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 说是太吴的爸爸 杀了他妈妈 也就是说 太吴是个杀人犯的儿子 这消息 一出班上同学都慌了 人下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他质问卷毛 是不是也在嘲笑他是私生子 他表面上转移大家的关注 实际上是在 保护太吴 没想到太吴一点也不敢进 他说自己根本不在乎这件事 之后 他们俩上了天台 太吴说 那人并不是他亲爸 他妈妈其实没死 所以他祭父现在因为被判死 刑犯作毛 人下听了 也没什么兴趣 这时太吴提出做朋友 更确切地说是合伙人 他不想一直窝在底层人中 所以必须利用人下 用来攀登社会上层的梯子 至于交换的条件 太吴会帮人下得到他想要的 人下不明白 他凭什么这么自行 太吴直说 自己的智商全国排名前百分之一 以后 他来制定计划就行了 转眼 他们也是大学生 他常常注意到 对面公寓的一个女孩 太吴经常把学习资料和课程优盘给人下 人下则帮他找富裕家庭的兼职家教工作 简单说就是必要的人脉 而这次 是人下的同父异母妹妹 另一边 夏董事长决定成立一个未来战略课 但科长的人选还没定下来 这次教授把太吴叫到办公室讨论事情 是关于他的一篇论文 最近教授收到了夏氏集团的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恰好和他的论文主题文 其实太吴早就料到会这样 他确信 如果董事长想要涉足多个领域 就得设立新的部门 教授试探性地提出要买下这篇论文 说价格随他开 其实太吴清楚 教授其实是个帮公司招聘人才的猎头 果不其然 他一离开 教授立刻给一个神秘人打电话 说太吴肯定能带来新的活力 这个神秘人 正是夏董事长的秘书强成珠 离开了办公室 后来 太吴在家对面看到了那个女孩 但他还是没有过去打招 反倒是女孩主动问他 为什么装作不认识 他们不仅是邻居 还是同一个专业的同学 所以 太吴应该知道 他是谁了 真是的 中午太吴和人下 在食堂吃饭 他又看到了那个会员 不由自主多看了几眼 这个举动被人下捕捉到了 他也顺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然后猜出 太吴可能喜欢那个会员 没想到 平时冷酷的太吴 竟然害羞了 然后急忙离开了食堂 看着那个会员 人下觉得 太吴真是太有趣了 那天晚上 太吴去家教的地方 补课的是 强成珠的女儿 强西珠 通过熟人介绍 西珠很快就和太吴熟络起来 甚至有点崇拜他 试课结束后 太吴立刻被正式聘为补课老师 回到公寓后 人下提到了那个会员 太吴没说什么 就一个人离开了公寓 刚回到租的房子 就看到有人在对面 不停地敲会员的门 屋里的会员 却像什么都没听到似的 专心读书 那个女人 原来是会员的妈妈 她来的目的是要钱 还不知羞耻地大声吵闹 说 如果不是她生了会员 会员怎么可能有机会 上韩国的大学 身上带着这样的光环 会员被妈妈这么一逼 恰好和太吴对视了一眼 不知是尴尬 还是羞耻 她独自一人 离开了租住的房子 正好被太吴看到 天空巧合地 开始下起了雨 稀稀利利的雨水 打在会员的身上 那冷冷的雨水 透过衣服直达心底 就在这时 一个雨伞 突然挡在了她的头上 撑伞的人是太吴 太吴交住了 准备离开的会员 邀请她一起去喝点什么 两人就坐在便利店的门口 谁也没开口说话 就这样静静地听着雨声 第二天下董事长的太太 为了给儿子铺路 要求人下签署一份 放弃股权继承的协议 这样一来 就可以继续 现在舒适的生活 不必担心经济问题 其实太吴之前 已经预见到这一点 虽然新科士 还只是个计划 但从舆论和关注度来看 她几乎等同于 接班人的计划拦图 所以 夏夫人肯定会来找人下 让她签署 放弃继承的协议 如果想要深入集团内部 先从放手开始 那晚人下在便利店 意外遇到了贵人 然后带她和太吴 回到自己公寓 这让太吴感到了一些嫉妒 兄弟竟然喜欢上了同一个人 怎么选择成了个大难题 再回租房的路上 惠元主动提出 要和太吴单独见面 她其实猜到了原因 为什么她总围绕着人下 原来惠元是想请她帮忙改变命运 但太吴坚决拒绝了 她希望 彼此不要互相干涉 然而在回家途中 太吴勉强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因为她真的很喜欢会员 这里要更正一下 西珠是二姨太生的 和人下是同父一母的妹妹 她请求父亲周六邀请人下来家里吃饭 长子立刻表示反对 但在西珠撒娇下 董事长高兴地同意了 转过头来 二姨太偷偷劝董事长 女儿只是随便一说 但董事长明确表示 家里的事她说了算 同时也透露她已经知道 有人逼人下签 放弃股权继承的文件 她没有听二姨太的 坚持亲自给私生子人下打电话 人下接到邀请电话时 完全猛了 一时不知 是该开心还是担心 连太吴都觉得 董事长的行动比想象中快 分析这个人真的很猛 因为二姨太对人下下了手 所以董事长再策划 借她的手获取那份放弃书 同时向人下表现出好意 其实是为了惩罚自作主张的二姨太 太吴建议人下 要清楚自己的位置和限制 明确自己的地位和边界 以后也不会贪心 这样的人 其他人自然会有所行动 那晚西珠给人下打个电话 说明了周六家宴的事情 但这是她求来的 感激之下 请妹妹享用海鲜大餐 两人刚坐下 她意外发现 服务员竟是会员 随后向西珠介绍 这是自己的朋友 西珠好奇 这位是哥哥的朋友 她问这人是不是也认识太吴 艾桂斯密达 惠元的话有点双关 可能指的是泰伍 也能指人下 饭后送走西珠 人下特意回到饭店找惠元 为妹妹的失礼 向她道歉 惠元看穿了她的意图 直说自己没时间恋爱 没想到人下提出 可以买她的时间 但还是被拒绝了 场景一转 泰伍和惠元在公交车上遇见 惠元询问一年的时间值多少钱 泰伍虽然不确定 但感觉会很昂贵 所以她觉得不如多休息 不知惠元此刻心情已有波动 周六的家宴 人下一进老宅 就被长子刁难 她尽量忍耐 不发舞 但西珠看不下去 直接咬了长子的手指 吵闹声引起了众人注意 二姨太对这场混乱表示不快 这就是人下不应该来的理由 如果你明白了 你应该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紧接着人下被赶走的消息 传到了董事长的耳朵里 另一边长子 还在为自己的行为得意痒痒 因为他找到了一个 看似合理的理由赶走人下 他猜想 二姨太肯定会感激他 同时 人下把被赶走的事 告诉了泰伍 泰伍反而觉得 这是件好事 这样 他以后就不用再受屈辱了 他打算好好培养自己 成为一个出色的董事长的三儿子 计划中的次子 已经和教授会面了 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 那天晚上 西珠因为不满 别人赶走人下 愤然离邪 董事长责怪长子 竟然赶走了他的客人 他得认真考虑 如何惩罚他 二姨太追上西珠 给了他一个耳光 并警告他 不要再做冲动的事 西珠心里当然不服 气冲冲地离家出走 然后打电话给泰伍 不久后 他们在学校见面了 正好被路过的会员看到 西珠赶紧站起来 声明自己的立场 他还没说完人下就来接他 会员表示 他也想搭个顺风车 这样四个人一起到了小区楼下 西珠感叹 泰伍和会员住得那么近 同时也注意到 哥哥对那个姐姐的情感 与此同时 二姨太在管家那里打听到 西珠经常提起人下 原来是新来的补习老师 是他推荐的 紧接着泰伍收到了短信 他被开除了 而这时 西珠已经深了 深爱上了泰伍 同时 会员和泰伍又坐在便利店前聊天 他好奇 十年后 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泰伍认为 记住目标才是最关键的 这是最重要的事 第二天 西珠听说补习老师坏人了 立刻去学校找泰伍 质问他 为什么不向自己道歉 正巧被路过的会员看到 泰伍听后 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管家 说要把多收的补课费退回去 其实是在告诉对方 自己被开除了 他们之间 只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西珠明白了泰伍的真实想法 立刻变了个人世 表面上很酷地和泰伍道别 转身却泪流满面 他的初恋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同时 会员故意出现在泰伍面前 觉得泰伍对西珠太冷淡 建议泰伍应该把西珠看走 逆流上的另一种可能 暗示利用那份爱意 但泰伍不想伤害任何无辜的人 他们的谈话被偷听到 人下瞬间也不清楚 会员到底想要什么 另一方面 会员的妈妈 偷了黑道老大的五千万韩元 然后逃跑了 第二天 黑道老大带人找到了会员 一巴掌激怒了黑道老大 他正要动手泰伍挡住了他 这时安保恰好经过 黑道老大威胁会员 晚上去他家好好谈谈 留下狠话后 带着手下离开了学校 泰伍拉着会员去了大客堂 建议他找个地方躲起来 没想到会员一点也不担心 他已经不知道 经历了多少次类似的事情 但他从来没有选择躲避或逃跑 因为逃跑 就像是在默认 那个女人是自己的家人 泰伍也就没法再说什么 只好默默地离开了教室 与此同时 人下得知会员被欺负 便开始疯狂地给他打电话 但会员一直没接 他在考虑是追求真爱 还是选择辉煌的未来 这时泰伍已经走到了学校门口 他放不下会员 于是拼命往回跑 而人下始终联系不上会员 几乎发疯似的到处找他 当泰伍回到教室时 正好看到人下和会员在接吻 会员也看到了不远处的泰伍 他们的感情似乎就这样擦肩而过 当晚会员整理好了行李 正巧撞见了迎面走来的泰伍 他说他会暂时住在人下家里 卡斯罗 会员不懂留下来会有何不同 对他们来说仍然毫无意义 说不定将来泰伍会为此感到后悔 会员明白 泰伍比任何人都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他们就这样安稳下来 那什么都不会变 所以他必须离开 看着会员离去的背影 泰伍感到特别难过 但会员在等公交的时候 脑海中不断回想着泰伍的沉默 最终他决定返回 敲响了房门 恰在这时人下的电话打了过来 感觉只要一接电话 会员就会消失 泰伍最后还是决定接了电话 会员听到屋里的声音 却迟迟不开门 最终选择了悄悄离开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 人下在公司攀升至中高层职位 泰伍成为了集团培训组的组长 在成立五周年庆典的当天 董事长单独留他 在办公室问了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 问题似乎不太重要 泰伍直言不讳 暗示自己并非新部门的掌门人 董事长听后决定开除泰伍 其实董事长已经调查清楚 泰伍能升职这么快 全是因为教授的提拔 在过去五年中 新部门的发展并非泰伍的功劳 而是董事长自己人的功劳 但泰伍指出 自己努力了这么久 新部门的市值也仅仅是三十兆元 说实话 即便没有他 他也能做到这一点 但他真正想做的是 将新部门打造成全国前五的企业 董事长承认泰伍很有能力 但他不满意 故意提起泰伍的父亲 把一个无辜的人冤枉为凶手 真是能干的事 董事长提醒泰伍 越是突出的人 别人越会关注他的背景 但泰伍不这么看 难道无辜的人 就不能成为有罪的恶魔 很快他平复了心情 红毅决定 今天提交辞呈并离开公司 但董事长却叮嘱了他 什么都敢做的人 丧失冷静的那一瞬间 并不会让他安心 反而 在那转瞬即逝的时刻 展现一切 这就是毫无辩解余地的失败 他希望将来泰伍的心思 不被人识过 包括在自己面前演示 想要留下来的话 至少要学会演示自己的本性 原来董事长是在指点泰伍 他太需要这种 敢做敢为的人才了 手中握着这些人的把柄 庆典一结束 泰伍观察教授 推测他很快就会下台 用完集气式常态 泰伍担心的是教授的推卫 接下来 次子可能会接掌新部门 泰伍向他透露 如果次子想要掌控集团 新部门将是他的跳板 因为新部门集合了公司所有资本 管理着所有子公司和分公司 场景转换 泰伍作为最年轻的董事长秘书 在董事长身边已经五年 五年后的某天 董事长突然昏迷并溺水 二姨太和次子及长子夫妇 得知后立刻赶到医院 没想到董事长坐在沙发上吃午饭 他们看起来很失望 好像迫不及待他去世似的 他们还注意到了泰伍 一致认为他特别讨厌 自从成为秘书 就一直陪在董事长身边 董事长对他信任有加 这让他们更是极度不已 与此同时 董事长开始接近今后选人 因为皇家项目即将启动 只要他当选 一切都能顺利推进 回想一年前 董事长向泰伍透露 皇家项目 其实就是要在南朝鲜建立一个 新国家 这是个价值数百亿韩元的巨型项目 次子第二天就和赵姓候选人会面 他们好像达成了某种协议 他们不知道上方的摄像头 正在实时监控 有人偷了高尔夫球场的监控资料 发现了次子的动向 他马上复制了视频资料 同时 泰伍收到了监控文件 打开一看 他迅速把情报共享给了人下 和其他会员 人下不懂 为什么次子要支持赵姓候选人 他到底对新部门和皇家项目有什么打算 就在这时 一个是记者的会员 接到内幕消息 次子被邀请到青瓦台做客 这意味着次子和候选人已经联手了 他们已经为篡位做好了准备 五天后 候选人果然当选了 董事长听到这消息 简直快气炸了 气得他 心脏病都要复发了 泰伍立刻拿出塑校就心丸 放在舌下 慢慢才缓过来 因为董事长知道 赵姓当选后 肯定会挑起事端 那时 所有建设相关部门 都会来找麻烦 他们的目的是 要把集团搞垮 董事长命令泰伍 立刻查明背后的黑手 这里 先简单说明一下 会员是人下的女朋友 他们还没正式见过家长 但言归正转 董事长已经把所有资金 都投入到皇家项目了 如果这失败了 他就会被指控贪污 会员建议调查助理官员 这是因为次子作为特邀嘉宾 不是候选人的想法 而是吴府助理的主意 第二天 会员从吴府的助理那里得知 他今晚要和几个同事聚餐 吴府助理在聚餐时强调 必须让董事长下台 然后将项目计划 交给次子的恩人 不知他们的对话 被一字不落地监听吗 原来会员事先利用超能力 贿赂了饭店老板娘 在隔壁房间监听 并记录谈话内容 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次子借助赵后选人的影响 打算拉下他父亲 然后把新部门独立出来 此外 还涉及能源化学信息通信 物流服务等六个子公司 简单来说 就是带走核心资产 剩下的则变成空壳 这样一来 人们担心自己完全赶不上 对方的进步 但泰吴断言 最终胜利将属于我们 赵后选人是刺激董事长 对次子采取行动的诱饵 这个角色已经发挥了作用 泰吴向对方保证 只要有我在 一定会让次子下台 就在第二天 他会见了那个19号电脑黑客 因为19号发现了二姨太运营的财团 向非洲难民组织提供了帮助 同时 二姨太威胁了董事长所在医院的院长 成功地从这人那里得知 董事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那天晚上 泰吴向董事长汇报 有人用候选人女儿的名义 在西班牙圣塞巴斯地安海岸 买了一栋别墅 同时发现女儿的账户里 转入了500万美元 这些钱 全部是从一个专门帮助 非洲难民的组织转出的 被伪装成了救助资金 董事长立刻猜到 这是二姨太的手里 掌握了新部门的人 就能左右集团的命运 他这么做 是为了支持自己的儿子 新部门确实很关键 但泰吴觉得 董事长应更担心其他事情 原来在次子送走候选人后 二姨太安排 与董事长的前秘书老崔见面 故意安排这次见面 表面上 他们是为了老崔不平 泰吴毕竟抢了他的位置 趁机拉拢老崔 实际上 他们想探听密尔顿律所的命 用这些信息 来揭发董事长的读职和贪污 老崔一听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但次子立刻叫住了他 提醒他 别再当父亲的傀儡 只要两人联手 不仅仅是密尔顿律所 还能帮老崔打造韩国第一大律所 那才能真正称王称霸 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天晚上 石九入侵了次子的手机 发现了他们的阴谋 他把整个经过告诉了泰吴 泰吴整夜沉思 最终想出了对抗的策略 第二天一大早 老崔通过快递 给次子寄去了一个U盘 U盘里全是 董事长贿赂议员的证据 这些证据也被十九解惑了 吴坦言自己之前没这么想过 但现在密尔顿的人 将成为董事长的致命若利 他决定把这个人交出去 提供了相关的照片证据 这个人就是现在密尔顿的资深律师老崔 在另一边 二姨泰催促儿子要快点和候选人达成一致 只要成为集团的董事长 总统这种职位随时都能更换 董事长经过深思熟虑 让泰吴给老崔打电话 插播一句 任夏贵向会员求婚了 会员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因为如果计划成功 他就能成为董事长的三二席 同时董事长叫来了律师 让他们处理新部门的事宜 转移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 这是非常机密 为防止信息泄露 需要上交手机 确保所有人的手机都被妥善保管 老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知道这对刺子是致命的打击 必须赶紧告诉对方 否则自己也玩完 第二天一大早 刺子告诉了母亲 老崔透露新部门已被董事长夺走 董事会目瞪口呆 董事长宣布 新部门将直接由他管理 把刺子提拔为集团证券公司总经理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家子公司一直在亏损 这种提拔其实等于是降职 检方接到了匿名举报 董事长的独职和贪污行为 检察长将这个任务 交给了基于证明自己的小方处理 另一方面 二姨太用手中的把柄逼董事长退位 董事长不确定 是次子还是二姨太的主意 二姨太干脆就把丈夫 得丑事摊开了 自己把一切都记下来了 真想参与那个皇家项目 董事长本来想发火 忽然感到心脏有点疼 只能强做镇静 说回家再谈 然后站起来 想去拿急救心脏病的药 二姨太紧跟着 警告他为了儿子什么都敢做 把备用的黑料扔在桌上 准备离开 正好小方带着搜查令来了 这两件事一起来 使董事长的心脏病突发 他拼命想吃药 却摔倒了 药瓶滚到一边 二姨太看到这情况 本能地上前想救丈夫 又想到儿子 心里犹豫不决 最后他没去拿药 只是直起身来 看着丈夫抽搐 转身离开办公室 董事长其实还没死 二姨太坐电梯走后 又有人进了办公室 那人弯腰捡起药 看了看董事长 这人是泰伍 见董事长求助的眼神 立刻打了救护车 同时小方接到上头电话 命令他取消行动 因为按南朝鲜法律 嫌疑人昏迷时 必须停止调查 很快家人都来到了医院 彼此指责对方 对父亲做了什么 没人真正关心病人的状况 这时候泰伍进来了 他告诉大家 医生要求董事长需要静养 所以让大家都先回家 听他这么一说 二姨太带着家人先走了 但长子开始对这位秘书 怀恨在心 而次子则不理解 除了自己家和老崔 谁会知道希尔顿的秘密呢 二姨太坚信 这肯定是丈夫的敌人干的 原来匿名举报的人不是他们 二姨太嘱咐儿子 要抓紧机会 赶紧召开高管紧急会议 接替董事长 才是最好的策略 泰伍这边陷入了困境 所有计划 都是建立在董事长基础之上的 现在他重度昏迷 该怎么办好了 正在这时 人下发了条短信过来 两人在医院门口见面了 泰伍告诉他 董事长目前还没醒过来 医生也不确定 他什么时候能醒 人下不懂 为什么之前让自己全信 现在却发生了这种事 这是不是意味着 计划已经失败了 但泰伍坚持计划 没有失败 现在最重要的是 人下不能动摇 否则真的什么都白费了 无论发生什么 一定要坚信自己 人下知道 现在别无选择 只能再次尝试 信任泰伍 这里简要介绍两件事 长子试图收买泰伍 但被泰伍拒绝了 这让他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一气之下 打了自己的秘书 这让秘书 对他怀恨在心 另一件事 是泰伍向会员 透露了情况 现在的情况 唯一能帮他的 就是人下 泰伍立刻就听出来了 这意味着 他要和人下结婚 看来 结婚是会员的最终目标 但会员并没有多做解释 那天晚上 泰伍匆忙赶到医院 当他到达病房时 董事长已经不在病床上 这一切都是泰伍的结果 那天 董事长得知 老崔背叛的消息后 立马让泰伍叫次子过来 但这是泰伍第一次反抗他 质问之后 应该如何惩罚 是降职还是软禁 如果他还坚持几件的办 董事长很聪明 既然泰伍敢提出来 他肯定有解决的办法 泰伍建议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不能给第二次机会 需要提前消除未来的危险 计划的第一步 是他匿名举报 董事长需要比次子先行动 这样 他们就无法再举报 泰伍已经找好了一位检察官 小方出身警察 没有任何背景 董事长很清楚 这种人最想的就是办大案 站在风口浪尖 那自己在泰伍的计划中 应该怎么做 董事长非常满意 问泰伍想要什么 董事长又问 处理了次子后 谁应该上班 泰伍告诉他 是他的三儿子人下 这个人将成为 董事长的替罪养 成为必须的恶魔 能做父亲和哥哥们 做不到的事 最后董事长也认为 泰伍的坏道理 但提出了一个条件 不能有私信 第二天 泰伍找到了彻夜未归的人下 向他透露了 董事长装病的情况 这让他非常生气 一怒之下 给了他一群 质问为什么不早告诉他 泰伍并没有生气 解释说 情况不允许 以防万一出现意外 至少可以保护人下 这样才有机会重新开始 但人下觉得 泰伍总是说是为了他 难道就没有考虑过自己吗 泰伍坚决地告诉他 自己存在的意义 就是 让人下重新成为 董事长家的三儿子 现在机会已经成熟 父亲要见他了 与此同时 完全不知情的二姨太 开了董事会 强调董事长 因病空缺期间 按程序应由他代理 但承认自己能力有限 难以胜任 因此 推荐自己的儿子 暂时接手 久利用技术手段 把证券公司的福利 从每人一千股 改成了共一千股 整个公司的员工都沸腾了 股价立刻跌了30% 监管部门随后传唤了次子 怀疑他恶意操纵股市 直接造成了 114兆韩元的损失 而所有的功劳 都被泰伍归咎于别人 董事长不明白 这样做会损害公司的生育 最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人下说 这只是个见面会 实际上 泰伍已经提前交代了 和董事长对话时不能犹豫 否则游戏就结束了 人下按预先的计划 要求名分 希望父亲公开承认 他是自己的儿子 董事长转身从柜子里 拿出一份合约 明确表示 签了字才能继续谈 合约是关于继承人的协议 人下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第二天一大早 董事长告诉二姨太他重警 二姨太一气之下 上前与丈夫争执 这样次子一家彻底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